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早上 中午好 晚上好 我是国际解说 国陆锤 这把将是由深居Dura来对上无敌的腾村 无敌的腾村这一阵子都在玩他的加密 而目前来看他整体的状况不算是特别的妙 对吧 你腾村一直都是一个孤高的战士 寻求强大的真谛 选择强角色 强势的打法 结果呢 就因为去年米哈游搞了个元神 然后你腾村呢 就变成了克金的战士 曾经他玩E-Trade的时候 就是能够打到你看不懂 对吧 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伤害算的特别准 现在呢 对吧 他贯彻的忍道就是有钱就冲 冲完再说648反复来 就在不知不觉中呢 这个格斗家的纯度就略有下降 好 那这一把的话 其实是一个将军打加密的局 那这个对军的话在去年SFL上面 升局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时打Margo的时候 真的 我感觉他的对策是真的做的非常的好 我也是效仿了一下他的一个策略 那打加密的话 一下子胜率就上去很多 就是打起来会时间比较久 就是你发现你在那边归加密 加密也在归你 两个人在互归 那这个对军通常会打到没完没了 对吧 直到双方有谁先开一个局面 那在此之前的话 其实都不太愿意主动进攻 有这个对军主动进攻的一方 很容易陷入被动 当然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厕所的机会的话 那藤村不用多想玩了 虽然没多想 但也自己进去了 厕所轮流蹲 诶 这边只要凹 凹完以后这边是用一个派生出来 那这样升局这边还交了一手V闪 没有VT的 不过问题也不大 就是说学料不是很多 最后一个中角直接收走 那这剪刀角只要刮中最远端 那其实就是张军特别有很大主动权的 藤村这边唯一的办法是用站中角去提 刚才他想直接给一手下中角 但偏偏距离不太够 不太够就不太行 好了 现在第二点 升局这里资源很多 其实张军有资源的话 是可以选择摸奖打过去了 但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你看到最大的结果 就是一个EX剪刀角对手防住了 然后你也没啥事可以干 来 这里直接戳一个下段的摸奖 走一个逆向走中了 这一下逆向走中很关键 藤村这边被反关一个厕所 然后想要飞一下被对空了 这个飞这个东西呢 打这帮高手不太好用 我自己打过飞一次被击飞一次 很多时候就不信邪想试一试 试完以后就有点后悔 但后悔有点来不及 所以被逃了一发 升局这边手上有VT有C 可以直接来一发大的 藤村在斩杀线里 这边被截中了 烧一把火加一个C 可以 藤村这边还想要硬搞 他这边舍不得交资源了 因为手上有三个资源在的话 确实万一自己一不小心被关进版边 还能用CA出来 但如果这一波不交EX的空间 那升局就有机可乘 对吧 可以空中解一下 刚才如果说他交的话 那升局可能会暴毙在厕所里 来上来直接拿到一个版面进攻机会 这一波开场就有版边的话 将军手上没有任何资源 很难出得去的 这个对局对于将军来说 一定要小心 小心使得万年船 你不能轻易的开局就倒地 你手上有剪刀脚什么的 就有能量对吧 那你进版边还能出得去 你踩个头踩个剪刀脚 你怎么都可以把这个位置换出去 最多就换点血 但是如果这个开局值得进 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 那藤村可以闭着眼睛压你 现在手上VT也爆了 但这个血量要追的话 想想是没有什么办法 加米只要往后归 对吧 这个中拳 竟然扫中了 也没有头中 这边是选择了指令头 刚才要是一个普通头 普通头看到藤村这边交V闪 那藤村可能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好 现在第二灯 先去开场就往前走 往前走这个东西 对于很多角色来说都挺重要的 去拉到自己一个需要的距离 但将军这个角色往前走 很多时候走不动 你卖了卖不开腿 哎 这边截到一个空 很关键 将军在板边的话 其实很容易截的到 因为他可以把别人的一个起跳距离 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近的距离 那这样比较好截 对吧 对手要跳过来要攻击 肯定要延迟一拍按的 早按是打不中人的 那在这种我吃准你不会提前按的情况下 那我起跳截你就很容易中 但如果说对手是从远距离跳过来 那你肯定截不中 对手已经按出来了 对吧 指令又被偷一发 升局 看一下怎么来处理这一波 指令还是截 真的敢截 这一下对手手上是有VT在的 有VT在的情况下 其实截起来比较难的 主要是要反应很快 因为对手很有可能 低空就派升一个空剑了 这一下就截不到 不过这一下还是截中 那很快啊 腾村已经步入了赛点 那这个对局的话 两边其实在力回上面打的还算是比较紧凑的 因为我自己打这个对局的时候 经常两个人就扭秧歌扭到死了 因为谁都不愿意往前 往前的话你就不得不面对对手 对吧 你空剑面对一个拉后的将军是插不中的 真的很难插不中 那你面对一个拉后的加米 你将军能干什么 用剪刀脚去磨吗 万一空了怎么办 所以这个对局 很多时候都是拉后的人有优势 但这两个人都愿意拉前 这个就超出了知识范畴 高手的想法跟我不一样 重拳VT 然后再手投 这晕点已经有点高了 直接飞起来 出去把位置换出来 可以的 这一下交一个资源不亏 哎 这个V伞 这V伞想偷了 他想偷了 这样血量已经不是很够了 伸狗要搏一把 他会怎么来搏 这个东西肯定 哎 啊 这招是伸狗很常用的 就是预判到对手会想要拉后跳的时候 前前过去前跳去抓 但腾村也很有想法 他看到对手前前的时候 大概猜到对手会做什么 直接按一个中角 对吧 我抢在你节空的前一步 把你给踢了 否则的话 刚才升军是有翻盘点的 落下来一把烧火加一个EX 剪刀最后压一个板边 可以打 这边VS对空 这也能对空 能对空的方法有点多 就看你敢不敢用 EX换出来 再往前走 VT一跤 前前过去 头不中 这边用中角两下踢开 但不解决问题 中角踢开板边的对手 对手依旧可以前前上你 EX换到这边 直接抓了对手一个前前过去 选择头 那腾村这边拆了 拆的话 都过来这边还有一手VT可以做 VT破防那里还是 这边对空落下来 中拳给出VT 哎呀 这一响抓指令头 今天指令头抓不中 运气不在你这边 要我的话就按一个中角 我很少会去按指令头 因为指令头我一般就考虑对手血量有很多的情况下 我要去完成一个大反击 然后去出这个东西 如果对手的血量刚好一个又头不死 对吧 然后你要去抓他 你又要冒很大的风险 实际上效果又很一般 因为你抓完还得压起身 那不如就直接冲吧 对吧 用一个中拳摸完再一个中角 然后再EX捡到脚再靠近再压 这我觉得是可以的 神区这边他有他的想法 好这里投完以后有一个板边位可以压 神区这边不急的出手 中拳摸到了 他抓准腾村前进的那一瞬间 给了一手中拳 他应该是有在努力的观察对手前走的动作 他从这里继续往前压 给了一瞒 而且被戳了一个下中角 距离刚刚好 哦呦 哼哼哼哼哼 还有神区原地出中角 这个东西 我只能说是猜 就很猜 但而且他前面也没有怎么用过这样子的一个打法 就拉远距离去出这个中角 中角现在收招变得很慢 就是说以腾村的反应来讲 你这个东西空出 对手正好没有前前 那这一下腾村一定可以截掉 但是 这腾村 腾村怎么没有失误了 腾村在空中已经今天两次出现 跳起来空剑出不来的情况了 他们日本人出这个空剑 比较喜欢先反摇再起跳 这东西会有一定失误率 我觉得比较保险的做法就是 跳起来快点摇 那这样就不太会失误了 这边VR换出来 但腾村这个血量看起来已经没有太大机会了 一个好对空 腾村在这里 哎呦还来 但这一下前前 你不能说他有多牛逼 我觉得应该是运气 有时候运气好起来的时候 就看起来做了一个很牛逼的操作 我用一个前前闪掉了你的空剑 牛不牛逼 真的牛逼 但我觉得应该是运气 他正好只是想单纯的前前一下而已 好了那今天呢 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